成熙Gurado的經典 Laborghini Huracan LP610-4正式在台灣上市 流線車身配上改良後的整合式壓尾翼設計 讓它的空氣力學效應更上層樓 最主要是它在車體設計上面 它取消過往Gurado的電動尾翼 改為整合式壓尾設計 下壓力來講的話 它比Gurado車系還要增加50% 特別是冷卻效率都提升許多 這讓Huracan可以達到超過325公里的極速 除了車身設計有所改良 車主可透過方向盤下的 Anima動態模式選擇器切換駕駛模式 Anima系統對於駕駛者來講 其實是一個相當簡單的三模式駕駛模式選擇器 它擁有Strada街道模式 Sport運動模式 Porsair賽道模式 其實在這個系統之下 擁有很多其他的電子系統 去判讀車輛現在的行駛狀況 然後再將這些資訊分配到下面的各項系統 擁有610匹最大馬力 最高扭力達到56公斤米 0-100公里加速僅需3.2秒 其所搭載的5.2升V10引擎 及雙離合器變速箱 更凸顯出色的性能表現 這個引擎它是超跑界的手艦 採用多點噴射加上鋼內直噴共用的設計 那這個讓馬力整理其身的40匹馬力 但是在不管是油耗或者排污上面 都比Galado車系進步許多 至於雙離合器變速箱系統 它可以讓一般行駛上面比較輕鬆 可是又維持了在賽道上面 那種如賽車般直接迅速的換檔感車 以预風為名 Naborghini Huracan LP610-4 除了展現強大性能 更在駕馭科技上有所進化 這台來自義大利的兇猛鬥牛 又讓車主徹底感受豐富的超跑體驗 警告